随着跨境支付系统的上限 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上周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继续走高 暴在6.3493也突破了6.35大关 较此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2个基点 这也是8月11号央行调整中间价报价机制以来的新高 那机构认为下一步是要为人民币国际化 创造一个常态化标准化的环境 双向波动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真正 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都是非常正常的 只要它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那么其实人民币现在就是在朝这个方向 再进一步的在发展 那么现在人民币已经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一个国际货币了 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更加常态化 更加标准化 这样就使得国内国外的参与者 能够更有信心的来使用人民币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下一步的改革就必须跟中国的 我们金融业的大的改革的背景是相匹配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 以及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